Hello 大家好!我是Stylery 星星 今天想分享的是 因為我最近壓力太大 所以起了瘋爛 全身都是 瘋爛其實來得快去得快 所以在皮膚上是不露痕跡的 雖然是這樣 但會令皮膚腫了 或者可能有一塊東西 甚至是腫了一塊 而是相當之癢的 它另外一個名叫沉麻疹 其實是一種突發性過敏性的皮膚病 一開始我怎麼發現的呢 就是我睡醒了凌晨的時候 我就覺得好像不知為何睡覺 依稀覺得身上有點癢 那我就爭吵了 然後我起床發現原來 是兩邊大腿全部都是 屁股是 身也是 總之全身都有 手手腳腳都有 那我就開始找 其實是因為什麼事 會有這樣的敏感發生 但其實敏感是非常難找到 自敏原的 所以我還未找到 因為我自己 其實我沒有東西是不能吃的 所以很難去找 因為我平日這幾天 那幾天 其實我那幾天吃的東西是非常正常的 我平時都有吃開的 所以是不知自敏原是什麼 那我吃敏感藥也有燒了一會 但是其實呢 隔一陣子的藥力沒有了 又復發了 又是整身都是 那我就很擔心很緊張 去到後期呢 去到最嚴重的那一刻呢 簡直是發到 臉也有 頸啊 臉也有 是非常之誇張 而我放在IG上 就去跟大家分享這件事 我發現原來 很多我身邊的朋友 身邊的同事 都曾經試過這樣敏感過 而我聽他們呢 大部份的人 如何去解決到這個問題呢 就是後來他們去看中醫 調理回身體就沒事了 那因為我 長到臉都非常之害怕 所以呢 我就 馬上去了醫院 就等 醫院的急症悶診 去看 我這個敏感的病 因為長到臉都真的很誇張 那我又很害怕 我的血管不知道會不會腫了 我怕我呼吸困難 那我就去看醫生 其實醫生都是給你吃敏感藥 就沒有了 就完的了 也都不會找到那個致敏完的 而我呢 後來呢 就吃過西藥的敏感藥 因為其實西藥敏感藥是一天一粒的 那一天一粒呢 其實我覺得不太夠的 因為呢 我譬如早上吃完啦 我想我隔五六個小時 藥力沒有了的時候 我又再生過了 那然後我就意識到呢 其實我應該要學一下身邊的朋友 試過中的 都應該試一下去中醫那裡調理一下 那就我覺得是 應該是我譬如作息不定時啊 或者是一些休息時間不夠啊 令到抵抗力變低啊 而令到我身體呢 那個抵抗力太差 而去引發這個敏感的 所以呢 我就決定去試一下中醫那我就 看看吃那幾天的藥 會不會令到我這個敏感呢 慢慢消退了變得霧了 小明星 又大喝了 我又沒有連枦 我會想到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